我已经收看魔暴龙新一期视频 这位虽然是个猛马人,却又不完全是个猛马人,因为他并不会颠勺 他的名字叫做穿刺者戈木克,玩过魔兽和炉石的朋友想必都知道 作为一个11级的野怪,他没有一点过硬的技能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项技能是锋利尖刺,是一个加强版的穿刺技能 第二项技能是惊恐践踏,对周围的敌方单位造成75点的伤害,并使其昏迷5秒 他的被动技能是攻击目标,会让目标流血,每秒钟造成5点伤害 戈木克大吼一声,可以提升周围单位15%的攻击力,生命恢复1点还有2点的护甲 作为一个老牌的猛马,他虽然没有魔法免疫,但是他有抗性皮肤 他还可以一次性的召唤4个极地狗托人奴仆 这群奴仆没有存在时间,但是他们最多只有4个 我们先来给戈木克进行一个入门测试,看看他能不能打得过一个远古多头蛇 4个狗托人都在中击,唯有一个人,那场面真是相当的壮观 并且有5秒的硬冲,对付任何一个野怪也是手到擒来 现在该轮到多头蛇发力了 但是还没等多头蛇反应过来,他就被干掉了 创始者戈木克以现代的实力来看,基本就是11级怪物宇宙单挑的前几名 对付一个多头蛇是易如反掌的,基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结束了,已经结束了 现在我们来进行单挑能力测试,我们来对付一个陪练者 打这么一个陪练者不能说是很简单吧,也只能说是毫无难度 但是他问题还是有的,就是他这些技能打团并不是很厉害 就像那个10级的猛马人一样 召唤系技能再加两个硬控,再加召唤系单位也有硬控 这样的单位单挑如果不强,我是不信的 这场对决不能说是赢得十分简单吧,也只能说是毫无悬念 我们来做一个对照实验 他的单挑实力基本和最强的矮人屠杀者在一个水平 但是矮人屠杀者的团战水平也说得过去,这个猛马人就不一定了 小矮人要发火了,准备迎接死亡吧 猛马人的实力和矮人屠杀者基本上差不多,也可以进入第一梯队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输出能力究竟怎么样 战斗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是他们的输出好像并不明显 即使不理想也可以混进第三梯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穿刺者哥莫克的几个技能说实话都很平庸 所以说这个单位的东河实力力还不知道哪去 进入个第二梯队或者是第三梯队还是没问题的 现在已经打了研磨5200点的生命值了 不过我觉得最后的输出也不会超过6000点 你像那种传统的11级怪物宇宙当中 像兽人冠军勇士这种都打了6000多点的伤害 三次者哥莫克的输出是6000点进入第二梯队 这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重头戏他在团战当中的表现 一般来说如果你想进入第三梯队 必须要干掉整整两波陪炼者 然后在第三波陪炼者到来之前你还能坚持一波 你像那种团战比较厉害的 甚至可以干掉三波陪炼者 但完了第一波这张小弟没有什么损失 但是哥莫克的魔法值已经不多了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他究竟能不能干掉第二波陪炼者呢 这两个野人不参与战斗直接回去了还还行 哥莫克看上去已经撑不住了 这样的水平进入第三梯队都有问题 那么他的团战水平可能也就是第四梯队 这样的话就是单挑第一梯队输出第二梯队 团战第四梯队 总分11分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直接掐过去 穿刺者哥莫克是一个非常适合单挑 而且适合多打一的一个角色 但是相应的他的团战水平并不是很理想 他的总分是11分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野怪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朋友们